各位文化部 每一年都在讨论中 我们的年轻人 每一年都在讨论中 我们的生活 每一年都在讨论中 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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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年 11月 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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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血不要了 要洗吗 在今天的这个日子里 是你赐给我们的 谢谢你 我们今天一般有将近 或许有三十或四十几位的 亲朋好友 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 主耶稣你常常提醒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 不非你我 所以今天 这个我们要祭拜阿公 开公的那个仪式 完全靠在你的手上 今天因为我们 非常的高兴 还有我们 能够在一起 有帮忙 背水的 还有我们的圆明台的 还有几位我们一起 同工工作的 还有背足的 所以主耶稣我们仰望你 这个路上 保佑我们 不管是路怎么走 你多次拉着我们 我们走 我们要一口 这一口 这一口 怎么可能 要一口 要一口 好 可以了 輪流要不要放那個毛巾 前面也要幫忙一個到兩個 隨時釣換 我覺得不行 好甜蜜 鱳 謝謝 謝謝 我們打開 我看到 那這三年的經費呢總共是3210萬 分成兩大部分的工作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要在嘉興舊社 用傳統的布農族的 這樣子的一個建築的建築的技術 用傳統的食材包括石板 茅草還有木頭等 我們要去回復早年嘉興舊社的家屋的這樣的建築物 也要回復當年的地景 我很高興因為那個地方嘉興買那個是 我們無論講是買的家興 買的家興是買的就是我的真祖父 到這邊是已經是第四代了 到我的孩子第五 我的孫兒第六代 所以我也滿高興因為 今年初三月份我們有熊根 剛剛好就是那個 以前我們這個老前輩所做的這個房子 大概現在幾乎都沒有人會 包括我自己 所以我應該我們都要學習 因為將來如果說我們這一代的人 年輕人不學習的話 再過20年這個都會消失 我們誠實地說我們出現在哪裡 有沒有在我們的生活裡 有沒有為他們營造一個適合他們的情感的一棟房子 那個房子是他們的記憶 那個房子是淚跟汗跟力量所連結的那一棟房子 今天我們都來了 我們就幫他們做吧 做這一棟他們熟悉的記憶 一棟房子 好 第一個 你們開工 開工 或者是出發 原隊 加工開始 加工開始 原隊 不要打 你們 開機 不要打 開機 你們也一樣 也一樣 那時候在102年的時候 文化局有做一個調查研究案 然後是調查就是我們 八通關月道路診斷的相關的日治時期的移構 因為這一條月領道就是日本人開的 為了壓制當地布農族人的一個日治月領道 那可是在調查的過程中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說日本人他所興建的碑體到現在都留著 然後留下來的文獻也很清楚 所以當我們面對這一條月道路的歷史的詮釋的時候 我們其實看到的都是日本人的詮釋 可是另外一方就是說日本人為了壓制布農族人 興建了這一條月道路 那布農族人的詮釋觀點是什麼呢 和期間大轉離 和我們CP湧一起去登後 很多地方都留下參加 印象律並有اء賓最重要的地方 在的方不利 我們派這邊買運得下這個 Anderson鳩 hago下之間 大多字 我們 Torres絞了 但這 если我們ritogrand 太好了 我和 Menu 小卡 我和�데 我和 Enlight Uh 我和阿賀 原來咱 我和一点 在这里 太好了 我的貌 我是你的貌 每天都口吞口 之后会给我们打掏 我们是一种大小的 但是有的时候有的一些 我们有的是很多人 不会这样 这些 Ini是我们的 我们没有什么 要是越来越以为我们的 我们也有很多 他是一个其他人的 我们也是一样 我会讲过家里的时候 我一定会讲我的家里 家里都都讲 都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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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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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们下山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在客场上 要起老来回应我们的问题 然后接着明天后天两天 我们会做模型 你们尽量的看这边有几棵树 尽量看一个石头 它过多都过满 它全面的 从这个墙到那边的圈巾 有多数款的气力 对明天你们开始做这栋 看这个模型的时候 会有一个 一点帮助 你看 可是呢 我们看到日本人的群世观点 但是当我们去面对这个遗产的时候 布农族人的历史群世观点在哪里 当我们去探索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发现 这个问题很难去寻觅 一来是说 就是布农族人从拉库拉库西流域 被移住到 浊西现在这六个村已经将近八十年了 然后所以下来的族人已经是 移住后的第四代或第五代 然后过去曾经在流域住过的老人家 其实多半已经过世 然后历史记忆好像呈现一个 断掉的一个过程 以前阿公 因为以前老人家 我比较重视那个男孩子 那我妈妈是独生女 她不喜欢 不像我妈妈就 就绳子 手纳就开始带 就这样上来 放夹子 放夹子手掠这样 可是她就是看到男孩子 就慢慢培养 培养 带 可是她说小孩子 还是懵懂懵懂 我说 这个是什么石头 什么石头 我就不知道 老人家也不讲 我就不能 就带上来 说 这个是我们的地方 所以 后来现在才知道 包含了耕地 包含了道路 但我们希望说 未来可以把嘉心救赛 可是嘉心救赛 其实帮助很大 我们希望可以选择一个小区域 去把那个 传统的 就是聚落地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严领说 那我们是不是来设置一个行动方案 就是让当代的族人多回到旧社 去建立身体经验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过去这几年 酌西香布农族 就是开始陆陆续续有寻耕的活动 可是大家来寻耕的时候 就是整理家屋 然后击败祖先回去了 那感觉 这样子的身体经验还不够 所以就设计说 是不是我们就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 邀请我们当代的布农族人 回到自己的族居地 然后修复自己的传统家屋 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构想 就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计划 因为我来国家公园那个时候 我才开始问家人 在102年我才问家人说 我的家在哪里 老论家有问说 我的家在嘉兴 对 嘉兴社 那到104 105年 对文化局打电话来 说希望能在我们家族 嘉兴社那边改动石板屋 就我一个布农族的一个 一个孙之辈的年轻人来讲 我们当然布农族的传统是希望说 自己的家 因为我们布农族有个禁忌 有个禁忌是说 我们的家只有我们的族人 我们自己的家族 能够靠近 能够进去 对所以一般布农族人是不可能到 不是他 不是属于他家族的家 这个领域里面 对 所以我才去问我们的曾淑公 就是我曾祖父的弟弟 目前还在 今年97岁 对那他一听到 他直接开口说 盖 我们那时候我们家族 其实讨论了很久了 因为我们曾淑公 他有他的小孩 他也有在反对 他也有在反对 因为他们讲说 你们就是 你们不是纯正的布农族 因为我的阿公是 泰塞的各主 对 所以他们也 也有在稍微反对 也在稍微反对说 我们 为什么就贸然这样子 让人家 去动到我们家族的那个 主居地 对 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有跟他们讲说 是阿祖 阿祖愿意 那先讲一下就是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 考古学的系统性调查 上面打猎 他们都知道说 这边有很多椅子 那边有很多椅子 但是我们今天的方式 就是说 用一个方式去把这些椅子 到底在什么地方 把它确定出来 那 跟家族合作的 有一个好处是说 就是他们会 会听到他们的长辈之间 都在山上的事情 不管是他们的居住的方式 或是生活方式 或是怎么样 那因为其实 就是 虽然是一个 同样地区都是不能做家 其实我们也不能假设说 他们的生活都一样 所以我们如果知道 这个聚落 他是怎么样一个 呈现出什么样的心态 那是不是 口传的一些资料 能够帮助我们 更了解这个地方 那其实这是对于 我们做救社 或是说 人出民救的聚落 搞回去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这种系统性调查 在台湾算是第一次啦 就像以前 做调查通常都是 都是请 不管是这里 或是其他地方 大部分都是请 原住民的大哥带 就是我们到已知的地方 然后到里面去做记录 但是我们现在是 选定一个区块 我们把我们认为 就算当初没有的地方 就是没有一直的地方 我们也是去 通通做调查 这个好处是 帮助我们知道 是哪里有跟哪里没有 那其实有这样的完整性 资料 可以帮助我们 或帮助我们 推测所有当时 当时代人 也就是像我们这边的历史 是一百年前的不能人 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利用那个土地 让我比较深刻的一点 就是说我分配到的那个位置 一直走一直走 然后就发现到一栋那个 应该是算一群那个死榜 然后我才发现说原来这栋房子 之前大哥就有带我去中国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很懊恼 所以为什么明明大哥带我走过一次 我怎么还会忘记这样子 然后就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那个大哥再重新把我带进去那个 那一栋房子 因为大哥一直说 你要记得路就是 记得那个曾经走过的路 就是你每天晚上到了定点的时候 你都会想你今天手走过的路 你只要每天到了定点想走过的路 你这辈子就不会忘记这条路这样子 好呀 好呀